受到疫情冲击 许多餐饮业者是面临到严峻的挑战 业绩是大幅下滑 高雄就有不少民店支撑不了而宣布歇业 不过也有业者决定要打团体战 他们号召了在地高雄有60多家的企业品牌 推出了联名优惠方案行动 预计将有70多种的促销活动 希望能够找回民众的消费信心 度过疫情危机 参与联名结盟活动的企业单位 纷纷端出自家餐厅的特色 有料理包 早餐店 火锅店和饮料店应有尽有 高达300家业者参与 希望透过联名行销 抢救这波疫情带来的危机 对餐业的冲击 我相信是雪上加霜的 所以我们公司这边就也 自政之心的发起这样子一个号召的活动 希望可以响应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共襄胜举 然后来挽救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市场的信心 根据业者统计 这波的疫情造成餐饮业的经营大受影响 业绩普遍下滑剩下两成左右 为了振兴餐饮业 大家决定团结面对疫情的挑战 要拿出店里最好的美食和优惠方案 找回消费者信心 团结一心 然后来创造双赢 然后刺激我们的所谓的港督经济 那这也是堪称全台最大规模 然后品牌数最多 实体店面最多的一次的一个 所谓的联名行销活动 我们的店里面的沙茶酱都是免费提供 就是没有再算说一个人多少钱 要另外额外再给钱的 让大家可以吃到我们自己手做的沙茶酱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让 现在这个疫情大家想要的是抵抗力变好 所以呢我们只要有来店的客人呢 我们都会送他枸杞菜 枸杞菜比较少会有客人 就是火锅店会用到 那这个可以让大家提升一下免疫力 所以让大家吃的开心 然后又很健康 65个品牌以及300多间的门市 然后结合在不管最大的部分 有到有买一送一 以及有一些各个店家优惠的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然后来去促进所有的这些餐饮消费市场 的这样子活络经济 实在是被疫情的影响太大了 业者在纷纷想办法自救的同时 也强调会做好店里的防疫措施 打造让消费者最安全舒适的用餐环境 更希望疫情能赶快过去 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